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反方你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讲讲普京大帝又有筹码 那是什么事呢? 我们知道了,之前美国有与俄罗斯进行换筹 有些人就换回来 好像上次那位WNBA的巨星 亦都是美国的奥运金牌得主 他就幸运了,可以换回来 但还有保罗维、瑞兰 还有一位《芒向日报》记者 现在还在俄罗斯瘦 而且瘦的地方应该都蛮严重的 现在美国国务院有宣布 我们收到俄罗斯的通知 一名美国公民在俄罗斯被拘留 原来国务院副发言人 柏特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收到了俄罗斯的通知 一名美国公民在俄罗斯被拘留 原来这位阿哥是32岁的 美国公民 俄罗斯自称是担任英语老师 并且居住在莫斯科郊外 他就被俄方指控他 企图大规模生产 并且销售 非法物品 是一些违禁品 租到拘留 莫斯科 一间地区法院就说 这位阿哥叫Robert 他亦是因为非法收购或者持有违禁品的指控 会被还押后审到3月5号 当然 做老师 说真的很多老师都很好 做英语老师 我自己都做过 但是 我都可以这么说 以我在中国的教学经验看到 有很多人 貌不似人军 有什么例子 有些关系搞不清 有些 违禁品也有人用 再多就不说了 我都危险 免得被人知道 所以 你说 是不是有做过这些事呢 你看到有样东西 他们美方就很平淡 之前 记得保罗卫兰那些 他是非法拘禁 不当拘禁 但是他没有这么说 当然 他之后会继续说 有机会 因为他可能也在研究 一件案 还有 如果他真的做了 错事坏事 以及如果罪证确作 就很难说 之前那位 类子 籃球员 他真的是 罪证确作 他有CCTV拍到的 而且那件事是在我战争之前的 所以很难说 你屈他 非法拘禁 当然美国也说他是 不法拘留 但是 有正有据 如何不法拘留 是的 但这次反应 没有上次 巨大 不是很激烈 这件事就是最吊诡的地方 是否他真的做错了事 当然他们也 都是 会说 我们研究一下 难听说 他值不值得救 值不值得救 所以 这件事 真的值得深思 究竟这个人 会不会好似 因为之前那个 WNBA的球员 他是奥运冠军 而且我们说过 体育界 是很支持民主党的 这些标志性人物 就是救的 你看 没有戴世超是假的 因为他也是违禁品 他也是违禁品 另外我们说的那位女子 其实他是 罪证确作全部拍到的 但是这位 俄罗斯是给一个文件 一个报告给你 如果按照他们的脾性 应该是 非法拘留这些东西 也是保罗伟兰 你说 上次 女严男党手 是 过关的时候 断得正一正 正一正 不用说了 这个 这个就不是过关 是 其他地方找到 所以你说要什么录影 那些举证 没有那些 CCTV是正常的 没错 给文件你 给文件你 不是怎么样 所以我估计他应该是 捉到这一只 我估计是这样 因为事实上 你说他这些 有什么间谍的东西 是不是 这个应该就很难做间谍的 做老师 因为你记者 那些就有机会 保罗伟兰 不过他也不是做记者 他也不是做记者 实上这位大哥 如果美国有心救他 是否可以救到 其实有心救也救到 看看他换什么人 有什么人 还有看看他 究竟 会不会亦有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正好 看看国内有什么反应 如果 一定救他 肯定 撑到哭一哭 非法拒禁 就救他 但是现在看起来 就好像是低调线 这个聪明了 以前就不是 另外说回俄罗斯 和美国 其实 他们还有一个要竞争 这个《华尔街日报》 说现在 现在 不单止是 中俄竞争 中国也竞争 那是什么 沙地亚伯 原来 这个《华尔街日报》 美中俄 争夺关键抗物的新战场 就是沙地亚伯 因为要推进能源转型 摆脱对石化燃料的依赖 所以 这些 禁熟 这些国家最新的战场就是 资源丰富大国 沙地亚伯 这个国家 真是得到真主的庇佑 又发现了那么大个金矿 所以为什么他们对于自己那套深深信任 一事实上 只要 说真的 你看看中观全世界的穆斯林国家 他们只要没有战乱 其实 真是资源很丰富 伊朗也资源很丰富 甚至非洲那批很贫穷 马里 布基拉法索 他们不是没有资源 是整天内战搞成这样 那些也有很多资源 还有中非共和国 更加要压格纳集团 帮他们保护金矿 当然 他们说到杀有戒施 他要争夺什么 其实我觉得中俄是可以合作的 但美国是否可以找到沙特去搞呢 现在沙特很精 原来很多官员和抗业的高层 刚刚也是聚首了沙特的首都利亚德 希望利用沙特阿拉伯 向抗产业投资的巨额资金 希望沙特 现在 可以成为一个超级地大中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有全球三分之一的自然资源 包括是抗产 利亚德举行了一个抗业 会议 迎来了大批的参加人士 大家肯定是有机会发展 有机会合作 当然中俄也有派人 这个也很正常 中俄一起派人 我觉得 无比正常的事 说到他们形成了竞争 俄罗斯和中国其实我都可以合作 这些东西 就算竞争又如何呢 真心说 是你们说得这么大 另外当然 现在美国和他的盟友 冻起了歪脑子 又是打算这样 研究将扣押俄罗斯 凍结资产 支持 他今次正好 他不是给 放贷 他有得还 这个是正好 可能他也会研究 如果直接把钱给他 可能我们也会糟糕 放贷 还有你想想 这招就正好 放贷 之后他说 如果乌克兰还钱给你 我们也没办法 其实他这样 将扣押 射给乌克兰 当然乌克兰肯定不还 有什么 俄罗斯 对俄罗斯来说 一样的 其实 对俄罗斯来说一样 但是 就显得他们衰格 不敢说我拿了 我拿了之后 我给他 是放贷 现在放贷 这件事都挺阴湿 我不是拿 借 当然 你不拿 你不拿怎么能借 老师 说什么 虽然 美国和英国一直 都想把俄罗斯被冻结资产 给乌克兰 但是其他欧盟伙伴 尤其是德国荷兰 法国是反对的 因为他们 这些国家 他们就担心 没人来投资 美国当然不害怕 美国一直不理欧盟伙伴 英国更加不害怕 美国为什么他都害怕 这样子 原来他们担心扣押俄罗斯资产的主权资产 会懂得其反 也会害怕其他 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人 美国和他的伙伴 现在研究 你们央行有被冻结三千亿美金的储备一部分 我不是叫你拿 我叫你支持乌克兰 提供贷款 这个真是正的 还有他最后 你明白我的意思 如果不还钱不关我事 乌克兰还 如果俄罗斯跟乌克兰 怎样 俄罗斯错 所以他们这件事是正的 他说我不是拿 借 你不拿怎样借 钱从何来 不是在你口袋 不是在你口袋 对不对 没错 怎么借 这个也是西方官员考虑的一个解法 因为他知道德国和荷兰 还有这些 西欧国家他们肯定是不肯的 因为他担心自己没有人去投资 欧洲央行行长都不肯的 OK了 这个跌冲方案 我不是 我不是抢 我借 其实很多强盗 叫你老套你的钱 借钱来洗 是吗 老盆吉那些人 借钱来洗 这个也挺鬼的 眼底之下 西方国家难以 是法理上它是很难 是将扣押俄罗斯资产 是不惊动国际投资者 他们也知道 其实华尔街坡都觉得是真的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就令到很多国际投资 放你的钱在西方 我和你关系差时 你可能很赤亿 当然在美国国会 阻止 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情况之下 华盛顿就想其他方法去 融资 我的战争之后 其实 这个 俄罗斯就有 数以十亿计的外汇储备黄金 以及政府债券的这些 利息收入 被冻结了 当然他们就说 用一用来洗 在拜登政府推动之下 七国集团 G7 目前就是 探讨着几种 方案 当然 他也是有很多 因为法律上他困难重重 他知道 那我知道 还有 你知道他最差点吗 最后 俄罗斯可能又再次迁路 乌克兰又回答他 你 你坏了 对 你看到他缩骨 他又不敢说 我拿了 我整块钱 我活收 我冻结活收给你 他又不敢那么有雷气 我现在 做个中间人 我 拿了 借给乌克兰 至于他们还不是他们的事 如果俄罗斯 他 俄罗斯 不是你的 你要明白 那个原则是什么 证明了西方的水格 那钱不是你的 你想想他多少钱 不是你的钱 你拿了 借了 钱不是你的 他们也变相 射了薄罗斯给乌克兰 你说是不是坏了 他不敢背责任 他说 我帮他借 我帮他借 其实 要不就 堂堂正正 和俄罗斯硬硬硬硬 他就不敢 这样好像不坏 不算了 普京大帝 都不是什么大君子 这个 坏不坏子 这个我们不探讨 大家坏不坏子 但是 他就 怕是国际投资者 不去投资 其实这个就是 欧洲央行 当然 不是你的钱可以移动的吗 借了 他可以兜一兜 借 借了 一样 钱不是你的 你明白我 他不理 我借 你问他拿 你要知道 他帮乌克兰借 所以我 重点就是 你虽格之处 你最后 都是 援助别人 你都是把锅 借给别人的 你以后俄罗斯 有什么暴牛 又找乌克兰 是吧 应该都会换你 但是他叫乌克兰 没错 其实这样就是 你为什么不敢堂堂正正呢 他怕国际投资者 是吧 G7就希望在 2月24日之前 可以达成协议 至少 还有一年时间 可以有所进展 西方国家 怎样推动呢 其实英美一直支持 直接 拿了 但是 其他国家 不可以 懂得其反 使世界各地 担心财富被夺走 之后 不敢来 我们西方放弃 一定的 所以 他现在的接冲方案 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谈得成的 我觉得谈得成的 但是也显示了他们的缩骨衰假 你又不敢背责任 谢谢 当然 讨论的 这个内容包括 俄罗斯被冻结 资产生成的利息付款 精髓 以及 直接没收 直接没收 他现在就不敢了 他就不敢了 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用俄罗斯政府的 储备作为抵押 之后向 乌克兰 提供贷款 这个 想法 反而 华宜街报 觉得是可行的 因为 俄罗斯是 资产的拥有人 是不是 资产的拥有人 人家有没有同意你拿去抵押 他现在不理 你说的重点 他不理 其实就等于强盗 你说俄罗斯 俄罗斯都说自己有份清单 那我也借 大家一起借 其实 我们经常说过 后患无疼 为什么德国那么粗 德国理财很审慎 你知道他一直理财都很审慎 他对于钱 金融的事情很紧张 这个想法也是盟牙阶段 如果乌克兰 是发生贷款违约的话 贷款人 将收到 用作是抵押的俄罗斯资产 贷款可能 由小银等等的国际金融机构发放 这个想法 可以令俄罗斯出于财政考虑 避免破坏 乌克兰经济和 乌克兰偿还能力 这个太有志了 这个太有志了 他要破坏的话 说真的他要破坏的话 一定要做 不然他就退 是吧 另一个好处呢 如果 滴堆行动 他们留了一条后路 滴堆行动停止 就会把这些 资金马上返回俄罗斯 其实他们会害怕的 你看到 我觉得他们会这样做 因为他们会担心 但是 其实最坏格之处也是那一句 你又找乌克兰 你不够胆 又放他上台 你这样 要么你就勇敢一点 你就承受了全部东西 他又不是 所以这件事 你勇敢一点承受了全部东西 我就是没收你 我不怕你不来投资 他又不是 不是 我们才还给你的相关抵押品 交给你俄罗斯 怎么信你 他也是缩一缩的 所以这样 你做到两头不到我 我宁愿你 就比较差 做最坏格 我就是拿了你 他又不敢 第一他担心法律挑战 亦都担心国际投资者 肯定挑战 肯定挑战 第三他又担心俄罗斯搞他 所以用了他比较缩骨的方法 这件事我觉得不均止 一是你够胆 我就是 擺明居马 你好像普京大帝 我就是擺明居马 你贡献吧 他又不够胆 其实 冯德罗欣又不敢出声 他本来就说拿了他就算了 这次 可能他也担心 是的 我都知道了 大哥 不是你的 说来说他不是你的 你弄别人的东西 你当其他国家傻的 所以这个也是 搞笑的 就是 那句话 你不要那么缩骨 但是你勇敢一点 他又不敢 他又不敢 这个也挺好笑 勇敢一点 我看看你这么简单 他应该就是不敢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 再为大家分析其他议题 是这样 拜拜 再见 下期见